前不久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在诊疗过程中遭患者家属割颈身亡 该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对暴力商医的极大关注 那么美国针对暴力商医的事件又有哪一些防范和应对措施呢 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律师问您解读 2018年的7月20号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这个德克萨斯州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一如既往那么就是坚持健身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那么一切都很平常 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从他的边上超过去 回过头对着这位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开枪 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那么后来发现了这个著名的心脏科的医生 给这位枪手的母亲在20年前做过手术 那这个母亲呢是死在了手术台上 所以这个枪手一般认为呢一直对这位医生怀恨在心 只不过真实的答案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了 因为在警察大规模的搜捕之下 这个枪手最后自己呢是被迫自杀了 那么此类的这种医患矛盾 在美国呢用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一个医生的生命 历史上也听说过 但毕竟不是很多 那么美国究竟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医患矛盾呢 我觉得有这样几点 第一呢这个医生如果要想成为医生 他除了医术要过得了关以外 同时呢他还要有这个经常性的继续教育 也就是对这个医生的道德的操守 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任何的时候出了任何的问题 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他甚至要失去这个医生的执照 美国的政府和州里面还有非常严格的立法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呢 这个医患的矛盾在美国 他有一套这个非常完整的法律的体系来维护 也就是如果你是医生 你也可能是律师 也可能是房地产经纪人 不论你是任何的专业服务 那么都要买足够的这个过失保险 因为这个一旦患者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问题以后 比如说他也没有地方去索赔 没有地方去按他的话说去 这个伸张他的不公平 那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手段 那相对来说呢 美国这方面的体系呢 比较这个完备一些 也就是如果患者对医生的服务不满意 那么他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去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去做极端的这种手段 但更多的还是诉诸法律 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律师为自己挽回公道 当然生命是不能挽回的 但是呢既然生命不能挽回 那么最终解决的办法非常遗憾的 在美国他还是要以金钱的方式 也就是这个医生如果他的责任 这个医生的医疗事故的责任大 那么他的赔偿就大 那么反过来呢 当然如果患者是无理取闹 那这个保险公司通过这个法律的诉讼 那他可能也拿不到保险 那么他这个不同的过时保险的价钱也不一样 通常来说像心脏外科呀 像这个比如说脑外科等等 那么这个风险都非常大 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你确实要让这个医生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呢他还有很多的法律来保护 更多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医疗的事故 那么这个当然有法律 有这个法庭去做最后的这个评判 如果这个责任确实在医生 在医院在诊所这一方 那么这个患者确实是可以得到比较大的赔偿 但是如果没有 那么这个患者也会通过第三方 也就是美国的法院的系统 美国的法官会告诉他 这个问题上 这个医生或者是医院是没有责任的 相对来说呢 这一套的体系在美国比较完备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医患之间 因为这个对某一个事情的认同不一样 那么产生我刚才提到的非常极端的 这样的一个人间悲剧 感谢观看